格林多前书 第九章 我不是自由的吗? 我不是宗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建的功成吗? 纵然我为别人不是宗徒, 为你们我总是, 因为你们在主内正是我认宗徒职份的印证。 这也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 难道我们没有取得饮食的权利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携带一位为姊妹的妇人, 如其他的宗徒及主的弟兄并刻法一样吗? 或者, 唯有我和巴尔纳伯没有不劳作的权利吗? 谁当兵而自备良享呢? 谁种植葡萄园而不吃他的出产呢? 或者谁勿放羊群而不吃羊群的奶呢? 我说这话, 难道是按人之常情? 法律不是也这样说吗? 原来梅瑟法律上记载说, 牛在打肠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难道天主所关心的是牛吗? 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 的确是为我们记载的, 因为离地的当怀着希望去离, 打场的也当怀着有份的希望去打场。 若是我们给你们散播神圣的恩惠, 而收割你们那属物质的东西, 还算什么大事? 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尚且分享权利, 我们岂不更该吗? 可是, 我们没有用过这权利, 反倒忍受了一切, 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妨碍。 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服务的, 就靠圣殿生活, 公职于祭坛的, 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吗? 主也这样规定了, 传福音的人, 应靠福音而生活。 可是, 这些权利我一样也没有用过, 我写这话并非要人这样对待我, 因为我宁愿死, 也不愿让人使我这夸耀落了空。 我若传福音, 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假使我自愿做这事, 便有报酬, 若不自愿, 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 这样看来, 我的报酬是什么呢? 就是传部福音时白白地去传, 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 我原是自由的, 不属于任何人, 但我却是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 为赢得更多的人, 对犹太人, 我就成为犹太人, 为赢得犹太人。 对于在法律下的人, 我虽不在法律下, 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 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 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 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其实, 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 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 对软弱的人, 我就成为软弱的, 为赢得那软弱的人。 对一切人, 我就成为一切, 为的是总要救些人。 我所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福音, 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学。 你们岂不知道, 在运动场上赛跑的, 固然都跑, 但只有一个得奖赏吗? 你们也应该这样跑, 好能得到奖赏。 凡比武竞赛的, 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 他们只是为得到可朽坏的花冠, 而我们却是为得到不朽坏的花冠。 所以, 我总是这样跑, 不是如同无定向的。 我这样打拳, 不是如同打空气的。 我痛击我身, 使他为奴, 免得我给别人报捷, 自己反而落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